第一個藉口 他們說N7-N9替代方案有航安疑慮 他說泄氣駁位在航道上面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N9碼頭的前身 W12碼頭 它本身的設計就是夜閃或碼頭 如果說有航安的安全的話 它一開始不會這樣設計 一開始就有設計它是夜閃或碼頭 這邊可以看到86年的資料 W12就是N9的前身 就是夜閃或碼頭 這是台中港的狀況 台中港的航道是400公尺 航道400公尺 台中港的泄氣駁位距離航道 大約是155公尺 這樣台中港是可以操作的 那我們來看台北港 航道入口400公尺 進來以後570公尺 簡易毛駁區這個地方 距離航道有500公尺 它的寬度有500公尺 長度有800公尺 這是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的方案2 我們的方案2的毛駁的駁位 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有一個回船池 回船池的直徑呢 長達900公尺 那我們來看一下 N7到N9的寬度 總共是990公尺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台北港進港的航道是400公尺 N9碼頭鄰近的回船池 直徑有900公尺 依照台北港船舶交通服務指南 台北港的航道是單進單出為原則 所以LNG船在方案2的方式停靠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掉太過於接近航道 而且其他船舶的行駛的時候呢 也可以維持一定的安全距離 那N7到N9的碼頭呢 各為330 總長為990 所以如果LNG站設置於N9碼頭 距離現在有使用的N6貨櫃碼頭 也至少至少都有600公尺以上 專家認證 航安無餘 所以至少是台北港N7到N9替代方案 沒有航安疑慮 而且它的泄氣脫衛跟臨船或臨近碼頭 都有足夠的安全距離 想要守護心中最美那個世界 希望每一個小小心願都能實現 手牽著手不要道遠 別說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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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